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做非常流行的舒芙蕾蜂蜜蛋糕松饼 这款松饼的口感有蛋糕的那种感觉,非常松软湿润 屏幕上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这个泡打粉是可选的,我这里没有放 如果不放的话做出来稍微凉一点很快就会塌陷 如果自己家人吃没关系,要是请朋友来家里喝下午茶 最好还是加上去比较保险 我们先把蛋白和蛋黄分离,蛋白放在冰箱里冷藏 一直到我们需要打发蛋白的时候才拿出来 加一汤勺蜂蜜在蛋黄里头 现在加入40毫升牛奶,然后一起把它们搅拌打均匀了 塞入低筋面粉,如果你需要加泡打粉 这个时候就一起加进去,然后用打蛋器把它们搅拌均匀 一直要打到完全没有颗粒 看上去像这样,现在我们来打发蛋白 用打蛋器先打到有大泡泡出现,加入1%的白糖 白糖一共分三次加就可以,挤几滴柠檬汁继续搅打 这个其实在第一个步骤的时候加进去更好一些 可是我忘了,然后有小泡泡出现的时候就可以加第二次白糖 再继续打到有细微的纹路出现以后加入最后三分之一的白糖 继续搅打一直到这样有小尖尖的出现 现在我们换低速,然后再继续搅打一分钟左右到中性发泡 取一个铁锅,薄薄的刷一点油 如果你有直径18公分的铸铁锅最好 我这个直径20公分相对的大了一点,烤出来稍微薄一点 取出一团打发的蛋白,把它们均匀的搅拌在蛋黄糊里头 这个就是为了起一个稀释作用 然后把蛋黄糊倒进打发的蛋白里头,从下到上均匀的搅拌 这个动作既要快又要轻,尽量的不要划圈的搅拌 那样容易搅出面筋来,等会蛋糕就不松软了 最后你看搅成这样子,这个就好了 把搅拌好的蛋糊倒在准备好的锅里头 表面轻轻的抹平,炉子预热355华氏度 先烤8-10分钟,看到表面稍稍的有一点硬结块了 然后用一把小刀把表面划一个十字 然后继续烤12-15分钟,每家的炉子不太一样 在烤松饼的时候,我们准备一块黄油和糖粉 松饼表面上色后,我们可以用一个竹签子扎一下 如果没有湿的蛋糊带出来,那么我们漂亮的蜂蜜舒服的蛋糕松饼就烤好了 表面撒点糖粉做装饰 你可以看到在撒糖粉的同时,尽管我们动作很快 这个松饼还是有一点开始慢慢的塌陷了 趁热,加一块黄油在表面 因为松饼是热的,所以切开的时候这个黄油会渗到里头 吃起来口感非常的湿润柔软 这样我们的蜂蜜舒服雷松饼蛋糕就做好了 拿起来看看,看着就好吃极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集再见